大家好,我現在是第三屆香港國際飛鏢節 復康力量隊對DJ隊的現場 我現在身邊就是剛剛比完賽的DJ隊了 我是新城電台的潘原來 潘 我是新城電台的美鈴 我好結啦,我是鄭啟泰 嗨,我是爹里 我是閻仔林子謙 知道剛剛大家都玩完飛鏢 可能大家不是真的經常都玩飛鏢 你們平時沒有玩 可能會對飛鏢不太認識 會不會今天有一個新的看法呢,對飛鏢 會說我今天剛才全靠復康隊教了一些秘訣 在最後一回合,立即可以撞到 之後我立即開心,現在可以上去玩 我的看法就是發現真的要練的 要有時間練的 剛才我有幾下有得好 原來要叫我就 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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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原來全部都不走 我覺得要耐性 所以要個人很平靜,很專注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練習一下 只只中我的看法一樣 就是瞄得準一點,聽得好一點 就成功了 他們剛剛跟鳳凡領運隊比完賽 你們對他們有什麼感覺 他們很厲害 其實他們都是很少時間 就是三、四個月那些 但其實他們都真的很厲害 他們都應該下了很多苦工 他們真的很認真 你看到他們很認真去對待這一行的賽事 反而我覺得飛鏢這個活動 這個運動 其實就是 比如他們行動上不變 但是飛鏢因為 因為需要動作不多 所以我覺得其實共用的活動 或者遊戲來說 我覺得是一件 蠻好的活動 所以這次是他們一起比賽 其他運動未必可以 我今天才知道原來 會特意出一個 矮一點的飛鏢給他們 我覺得蠻好 這個廠蠻好 這個值得讚 所以我覺得應該 各方面都要為他們 設計多些活動 讓他們可以參與多些 這個我也是正常說給你們的 因為我們不訂過 我們不知道原來 矮一點 或者是另一個角度 又完全玩法又不同 那 體驗到他們的 視覺上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有多一個角度 看這個世界 接下來 26號到28號 就是我們第三屆 香港國際飛鏢節的比賽 你們有沒有什麼鼓勵的說話 要跟這麼多位選手說 希望他們繼續努力 在這小小的一個禮拜 都再練多十次 然後就應該可以了 我剛才丟多少都丟不准 證明這個很需要時間 和心機去練習 希望他們加油 他說話就不說了 他們說完了 反而我覺得 希望 將這個運動 多些宣揚出去 因為 不用多 三支錶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 又可以 和朋友聊天 玩飛錶 亦可以訓練一下 要自己集中精神 我覺得是陽幾個運動 希望 透過這個比賽 多些宣揚 如果遇到一些鬼掛的亂丟 我會走遠一點 剛才我很想叫他走遠一點 但是 如果不是的話 我可以專心玩的 你真是 我撞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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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一句 瞄得準一點 和扔得好一點 你就會有好成績 我也是在那樣的房間